印度到底能不能成为第二个中国呢? 但随着近些年来 印度在国际中的活跃度越来越高 全世界有关印度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于是许多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毕竟有中国诸遇在前 很多人都希望着印度能够复刻中国积极 给如今萎靡的世界经济带来新活力 然而鲜有人知道 虽然现在的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其表面的光鲜亮丽 却完全掩盖不住暗处的腐烂 有人认为 如今的印度就像百年之前 中国的民国时期一样 内里存在着四大致命缺陷 2015年刚刚上台不久的印度总理莫迪 决心改变国内成就的铁路设施 随即颁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 印度高速铁路计划 为了尽快推进项目的完成 莫迪政府甚至不惜斥巨资 聘请来了日本团队进行设计建设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直到2021年11月 也就是该计划出台的7年后 项目才正式动工 哪怕后来 印度国内一片怨声载道 媒体集体向政府进行逼宫 半年后铁路也仅仅只铺设了不到10公里的长度 如此缓慢的工程速度 属实让抽搐满值的印度政府 以及当时号称世界最强的日本高铁 一同丢进了页面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全世界都享有剩余的日本高铁 会突然在印度折戟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里是印度 一个高度自由的联邦之国家 虽然印度中央政府想要历经图治 但很可惜啊 印度并不是每一个帮都听中央的话 原来在印度铁路计划立项之后 日本团队很快便给出了设计方案 但与之对应的是 印度政府的土地征收工作 却进展十分缓慢 以印度马哈拉施特帮为例 根据印度媒体的爆料 直到2021年9月铁路建设开工之前 印度政府在该帮的征地计划 也仅仅只完成了30% 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 正是印度社会的内乱 根据印度国有的土地征收制度 政府征收私人土地 需要80%的土地所有者同意 征收公司共有土地 需要70%土地所有者同意 而且前提还要支付 高于市场价格的征地不长 很显然 这样的制度是不利于 政府开展基础建设的 尤其像铁路这样的长线工程 动辄便是数百公里的距离 一旦照本宣科的执行 其工程造价 必然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在2015年 也就是高速铁路计划立项之后 末地政府便宣布 要对征地方案进行修订 强调国防工业 以及基础设施等五类项目 可以省略土地所有者同意的步骤 并且补偿 只需要按照试驾即可 尽管看起来修改的方向 合情合理 但终究还是触碰到了 印度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最终 印度地主们便联合在一起 掀起了大规模抗疫浪潮 迫使末地政府低头求饶 宣布该修正案的执行 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于是便出现了 一笑大方的七年十公里 其实印度中央政府在地方上吃饼的事情 远不止这一遭 像2020年莫地政府推出的农业改革方案 还有更早一些的劳工制度改革 均因为地方上强烈的反对 最终使得莫地政府被迫收回成名 除此之外 印度政府的腐败现象 也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例如那场被誉为 印度史上最大的腐败丑闻 就是印度前信息技术和通行部长收受贿赂 以极低价格向多家 不符合资质的运营商 都受通行执照导致的 而这起事件最终使得印度政府 损失超过1.76万亿卢币 内乱不断 腐败横行 着实与中国的民国时期一样 民国时期 中国表面上完成了统一 但实际情况却是地方军阀各自为战 事务而交 腐败更是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风气 换句话来说就是国家虽大 实则不堪一击 而好巧不巧 如今的印度与民国的相似之处 还远不止内乱与腐败一条这么简单 如果说内乱与腐败 影响了印度政府办大事的效率 那么严重的性别歧视 就直接制约着 印度社会办小事的能力 前段时间 一位外国女游客在印度遭到强暴的新闻 曾引发全世界关注 而在这起恶性事件的背后 隐藏着的 正是印度社会长期以来 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规则 甚至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如果那位被强暴的女性不是外国人 在印度这件事 可能都不能称之为新闻 毕竟按照印度那场臭名昭著的 黑公交轮件案中辩护律师的话来说 如果一位女性随便在大街上行走 那么自然就会被狗叼走 换而言之 在她的理论当中 女性就应该从属于男人 在家安分守己 伺候丈夫 而不是在外面抛头露面 显然 在这套逻辑之下 印度那种对女性无情迫害思想 几乎毫无掩饰 可是 女性真的只是男性的从属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正如半个世纪之前 伟人那句 正龙发聩的 女子能顶半边天一样 在如今的现代社会 女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事实证明 她们的能力压根不比男性差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来说 如果忽视女性的力量 那么 就如同飞机关掉了一半的引擎 根本无法实现腾飞 过去中国的民国时期如此 现在的印度依然 当然 印度的女性被迫害严重 男性也没有好过到哪里去 对于一个出生在贫民窟的男人来说 想要跨越圈层的束缚 简直比登天还要困难 就拿印度公务员考试来说 基本每年报考的考生 都有百万之据 但是录取的人数呢 不到数千人 要知道 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云云之辈 每年至少有数十万的考生 都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高学历者 为什么对当官这件事 如此着迷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在印度 只有当上官 才能实现阶级跨越 如今的印度贫富差距十分悬殊 这点简直与民国时期不谋而合 在割裂的社会之下 一面是四大家族 灯红酒绿 猪门酒柔臭 一面是七荒乱世 恶嫖千里 路有洞四骨 而印度在种姓制度的限制之下 人生来就不平等 什么样的种姓做什么样的工作 固化的阶层之下 平民几乎永无繁盛之日 所以当印度公务员考试 打开一个窗口的时候 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是万里挑一的独木桥 但依然有无数的后绩者 对其取之若物 只因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实际上 别看印度公务员考试困难重重 宛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但是想要成为千军万马中的一员 坐在考场之上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根据世界银行做出的估算 印度10岁以下的儿童当中 大概只有55%的人数 能够阅读并理解简单的故事 在一场国际测试比赛当中 印度儿童的成绩 直接位于74个国家之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据一份调查数据显示 在印度公立学校当中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教师 都处于不在岗状态 而在部分帮里 这情况更是能够接近50% 当学生无人可教的时候 那么自然也就不能指望 他有多么好的成绩了 与公立学校的惨状不同 印度的私立学校却广受好评 根据数据显示 在2020年以前 印度有将近一半的儿童 都在接受私立学校教育 委居世界之最 这些私立学校 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 交多少的费用 就能得到多少的教育 对于那些富人家庭来说 这样的付出自然不值一提 但那些贫穷的家庭 想要让一个孩子 完整地接受最好的教育 则往往需要一家人 为其供给养料 由此可见 在印度 读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个国家的人口再多 如果全都是低素质的国民 那么终究只能成为廉价的苦力 无法给国家发展 带来动力与机遇 就像民国时期 难道中国的人口少吗 并不 可除了一些接受过 私塾的有间人家孩子之外 大多数人都只能成为 时代洪流下的一片落叶 随着命运四处飘倒 别说睁眼看世界了 可能理解什么叫做世界 都对他们十分困难 而现在的印度 正在面临着这样的状况 内乱与腐败横行 性别及时严重 价值贫富差距悬殊 阶级固化 以及教育制度严重失衡 民国犯下的四个毛病 如今的印度一条不差 试问这样的印度 何以成为第二个中国 实际上 在今年4月2号 世界银行就曾向印度发出警告 尽管从数据上来看 印度如今享有着 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 印度正在浪费自己的人口红利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 在去年 印度今年的失业率 一度达到了45.4% 女性就业率更是不到40% 如此严峻的就业问题 无疑就像给印度的发展 踩了刹车 虽然看着如今 仍然在继续前行 但迟早有一天 要让车被迫停下来 届时 我们才能够看到 真正的印度